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然后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品牌 所以你们算是批给人家去卖 可以这么说吧 那是一方面 我们不算是批发 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品牌 然后我们进去股票去收买我们自己的产品 OK 明白 那目前这个牌子在马来西亚多久了 我们其实还非常非常的新 Newborn baby 我们的品牌其实是去年9月才开始推出 去年9月才开始推出 然后 自创品牌吧 是吧 自创品牌 这是我们的自创品牌 然后 我们其实这整个 business planning 是从2015年9月开始 是由我之前 我的两个partners 我的别的两个partners 他们开始有这个idea 其实我的partners 他其中一个partners 他是有architecture designer background 而且他的家族生意其实是carpentry 所以他接触到很多木之类的东西 所以他就想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木这个元素放进去我们的生活产品 生活上的产品 比如说accessories 所以他就想到maybe可以try to tackle into watch 手表 所以手表是你们选择手表的原因 一开始就做手表了嘛 对吧 就是你们就是想你们的 你刚才讲2015年9月的时候 就想这个整个business proposal了 对吗 那个时候你们就已经是把手表设定为你们要走的这个产品 对 一开始就是想要尝试把手表这个元素带进马来西亚 木手表的元素带进马来西亚 为什么是手表 手表它算是一个能够显出个人特质的一个视频 所以我们就想尝试看如果 尝试在马来西亚的市场看是怎么样了 因为我们真的那时候我们想的东西是真是要尝试的 就尝试 所以就选了一样 结果手表就为你们选中 用了一年时间的策划 这一年来你们做了什么东西 就是还没有开始之前 其实基本上一开始 我本身我自己本身 我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加入他们 我的两个partners 他是从2015年9月开始 planning到大概4月左右 然后我们被选入一个叫做 Magic Accelerator Program的一个program 它其实是government funded的一个program 它是training for我们startups social enterprise 所谓的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来经营我们的自己的企业 所以它在那个整个program里面 他们会给予我们startup funding 一个让我们能够kickstart的一个 kickstart我们business的一个funding 所以完全自己不用出本钱 然后就他们给你一个分钱 还是需要啦 我们一开始还是需要自己出本钱 因为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等他们批那个funding给我们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那整个program其实花了大概4个月左右吧 4个月左右 所以从2016年4月开始到8月 我们这4个月里面都是在做着我们的那个business training 然后我们在9月开始推出我们产品 10月打入市场 所以一推出市场的时候 然后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宣传 让人家知道说在市面上有一个新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了 我们其实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是进那些bazaar之类的东西 其中一个bazaar它是在publica publica它是organized 那一个bazaar是organized by Econite 它是一个not for profitorganization 然后他们有一个annual的一个event 叫做KL Ecofilm Festival 所以我们在那个event里面当其中一个sponsor 然后我们也有在他们的green market里面摆摊 所以我们从那一个green market里面我们也有做了一些市场调查 看一下我们的consumer对这一类accessory 这类型的手表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的 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手表品牌我觉得是 我这样子来看 其实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很多accessories 它都是一个很大的竞争性的 尤其是像如果是unisex的话 男女都可以用 这个东西特别多 眼镜也好 手表也是一个 那当然其他都不说 就说这两个了 我就先说手表 它这样多牌子 这样多品牌 我们怎么样 就是你们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有这样的这个突围而出 让人觉得说不一样 然后我们会选择你们这样摆坐 当然木制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条件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如何有一些什么像的marketing strategy 或者是你们positioning 让你们会变得跟别人不一样 基本上来说 我们用的那种行销方式都是 这样说我们都是refer to一些比较成功的例子 就比如说DW 他们他们的那种行销方式就是透过一些所谓的 比较有名的一些人来做refer 来宣传出去 大概来说我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行销 可是我们自己本身 宇宙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企业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social impact 所以我们很大 我们非常积极的宣传这个idea 就是我们想要involve我们的consumer 因我们的impact making process 我从刚才我们谈到现在 听了你提了两次的DW 所以它会是你们的假想笔吗 它是其实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 它是一个非常在马来西亚成功的例子 但我们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其实 我们马来西亚人非常 不能说马来西亚人 我们应该说亚洲人 亚洲人其实非常最宠 最宠外国的一种那种 怎么说 所谓品牌之类的东西 如果是从外国回来的话 他们就一定会来 种种的逃不买 会买这样子的意思 可是我自己本身 而且我们自己的这个企业本身 我们想要 一来我们想要推出那种 local made的一种概念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我所谓的社会企业 我们想要 不是说宣传 我们想要提倡这一种想法 这一种 改变人类 consumption pattern的一种想法 有没有把哪一个牌子 设定为你们的参考对象 或者是假想敌 就是比如说 这是竞争对手 还是怎么样 其实马来西亚他们 我们马来西亚手表 有几个品牌 几个特定的品牌 他们其实都算是我们的 所谓的假想敌 可是比较竞争比较大 对我们来说竞争比较大的 还是我刚刚所说的DW 因为你们的 为什么因为你们路线很接近吗 还是设计很类似 其实类似 我是想说是我们的行销方式 会比较接近 行销方式 所以我们会参考他们 怎样做行销 然后也是从中加入我们自己的元素进去 那你们的对象 顾客群 你们的target audience 是设定在哪一个位置 因为据我所知 手表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像你说的 它可以表达出它的性格 身份等等 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 一个accessory 那自然这样子有它特点的 它就有一个固定的目标群 这个设定的目标群 你现在说你们有两个collection吗 这两个collection都是针对同一个目标群吗 其实我们这两款的design 都是针对不同的客户群 第一款 第一个collection 我们其实叫做shivelight shivelight它是一个已经被遗忘的一个词汇 大致上它的层面意思就是 就是阳光照射透过那些canopy照射在木的表面 叫做shivelight shivelight shivelight 怎么是拼名 shive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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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两个字 shivelight 它是其实连在一起的字 连在一起的字 对它是连在一起的字 它的层面意思就是大概像我所说的 所以 for那个target audience 我们的那个顾客群 我们其实有不一样的setting 一开始我们想针对那些比较high spending power的一些 怎么说 那些年轻人 high spending power high spending power的年轻人 就比如说他们到了university 他们到了他们的大学 大学跟学员的那种生活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些 有一些人会有比较高的消费能力 我们就会target on他们 可是之后 过了我们大概进了那个market 一个月左右 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的那个target audience 不是针对我们刚开始所设定的target audience 反而我们已经比较shift into那些工作群 工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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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工作群 因为我们的那个设计 其实还蛮比较比较比较来说比较适合那些有穿 那种white collar white collar OK 就是已经上班了 因为我看过有一些手表它定位 它把它定位为这是成功人世代的手表 嗯 就这样子一个概念 或者是其他的 所以你们的定位 我听起来啦 感觉上还是属于一个mass 比较mass market 对吧 比较比较广啦 因为因为我们的观众群 我们的消费群还其实还蛮不一样的 有一些like uncle uncle 到五六十岁七十岁 都有 然后我们也有很小很小的小孩子 不是不是很小啦 就年轻人都有 然后工作群中也有 所以我们也不能不能限制于在只是在卖给其中的一个消费群 一个消费群 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像因为你刚才提到DW DW的它的它的消费群我总感觉就是一些比较年轻一点的 对对对 但也是工作 只是说他们对对可能生活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有自己一些想法的对对品位的人 他是走那种DW的这个路线 所以就就才会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好奇像你们的这个手表是针对哪一群顾客 但是这手表是在马来西亚做而已吗 还是说在国外也有 我们其实还没有开始推出出国 将来即将啦即将 因为我们还我们的这两款设计还是basic Malaysia 然后之后我们会推出一个比较 比较含有马来西亚特性的一个手表款式 然后我们会尝试推出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特性的比如说怎么把马来西亚国旗放上去吗 还是有basic的设计 这个就就有所保留了 有所保留 好像给我说中了 其实这是很特别的啦 就是我觉得带有马来西亚特色的东西 在对其他国家来说是蛮有吸引力的 它应该是蛮有吸引力的 因为我们国家的特色确实是很有特色 其他地方都没有 对吧真的真的 无论是从上到下从从领导到去都是各有特色 那当然呃从这个点上呢就是呃 我们也了解到手表它本身呢 它是属于一种可以 除了除了看看时间这个功能之外 人家已经把它加了更多功能了 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未来呢 这个手表呢不单只是只是呃设计漂亮和看手表这个功能 因为据我所知有一些已经做成呃 我像智能手表它是其中一个 有一些甚至是呃比较可以连接 甚至可以通话那种 以前看了科幻片的用手表通话 我觉得以前是很很酷的 就我觉得哎这个有点多余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是手表变智能有点多余 所以所以未来你们会怎么走呢 未来来说我们其实呃 不会限制我们自己的产品在手表而已 因为我们还打算呃 广大我们的那个product range 包括挂中币中 之类的比较lifestyle一点的东西 呃甚至呃我们自己本身呃 在身上都会带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钱包啊 啊我们的电话啊 啊也有可能把它转换成呃用木字 啊然后我们其实不不单限于我们自己呃 呃的那个用用料上 我们的那个 material在我们的那product 我们还打算呃呃 呃有一些来mix and match的嗯 的那种想法 把木的元素参进一些生活化的 比较生活化一点的产品上 其实已经开始看到有了 如果没记错了 比如说像眼镜 它就有木质的框了 对对对对 然后像你提到的这个呃包包 它有它不是整个包包都是木质的 但是它有一些里面的呃可能设计 它确实有放木 我有看过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会不会呃未来这个 这个你你照你们的看法 你们希望把它变成一个趋势 还是把它变成一个很exclusive的这个呃范围 为我们其实还打呃呃都有啦都有 其实两两方面都有 其实我们是打算呃呃比较比较想要出提倡的 就是我们呃呃我刚刚所说的我们的movement Movement instead of我们的product 我们其实呃呃我们想要广告我们的那 movement 我们需要需要更多人来参与 参与我们的movement 对参与我们的movement 我们也不只是限于我们在重塑上方面 因为我们也是有try to collaborate with 别的一些NGO 别的一些社会企业 在看我们有什么方面可以collaborate 那个还在洽谈当中 你们有几个合伙人三位吗 现在我们有三位都是朋友 从小学开始认识的朋友 因为有一些合伙人他们可能是不认识的 你觉得跟认识人一起共识 和跟不认识人一起共识有什么区别 尤其是在这种比较 大家都一起创业这个阶段 而不是打工是创业 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 可以说我们从小认识了 从小学开始 所以有话就可以直说 有话可以直说 可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分得很清楚 我们工作的时候是工作 我们在工作以外就是朋友 我们不能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如果我们在工作上有一些一些意见上的不合 有些纠纷之类的东西 我们也要及时把它处理掉 然后尽量不要把它带到去我们平常的生活 as一个朋友的相处 所以在沟通方面非常重要 沟通方面工作上的沟通是非常重要 这是你们第一次合作吗 我的两个伙伴 他们其实之前前几年开始 他们已经有开始创业 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 是有一起经营他们的企业 我本身我就是到去年4月才开始加入他们 所以期间也是有一些磨合的过程 也有必定会有一些磨合的过程 可是那这种磨合都是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 都是让皮质都在进化 然后进步了 你是什么背景了 方便让我们聊 我其实我其实是我hold a degree in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就是环境技术 是 我所比较major的地方就是waste management 就是这个 啊 怎么说呢 废物处理 不算是废物处理 我们要怎样把一些我们的那种所谓的垃圾 啊 去分类分分类啊 对啦 就是处理了 对不对 就把它处理了 嗯 那那 为什么会想过跟你这两位伙伴合作 就是呀 什么原因 我看到的就是因为 呃 有很大的潜能了 一来就是呃 有很大的潜能 呃 第二个原因就是呃 他们其实也已经有他们的一个怎么说 呃 概念 然后他们也想要呃 呃 让我加入 呃 加入他们的这个这个企业 所以呃 之前 之前是因为我 有这方面有有比较呃 多知识啦 就是在环境方面的东西 所以他们 他们呃 本身都是不同的background 一个是architecture 一个是finance 嗯 所以他们没有一个like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的人 而且呃 他们也知道我是这个background 所以他们就呃 打算 拉我 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很好啊 而且是尤其是你说的这个impact movement 嗯 这是你提出来的吧 呃 其实他们 他们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的那个呃 一个partner 他叫做brian 他是呃有finance background 是他在呃他的university的呃生活里面 嗯他有上到一一其中一个科系叫做呃就是叫做呃社会企业就是social enterprise 嗯从那一个科系的那个科目里面他就被融化了 flakes 从那个科目里面他就被启发了他就想要呃想要呃加把他的一个企业加入呃社会企业的这个呃数进去寻 EndoT 另外一个伙伴者就是Zag Zag他就是有architecture background, design background 然后他的家族,以我所说,刚才所说的 就是他家族有carpentry的,木匠的一个背景 所以他们就掺杂所有的idea之后就有了这一个 想要放,想要融入impact making process的一个企业 会是成为你们公司的这个核心的理念吧 对,长远的理念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整个社会以前就很少有这样所谓的social enterprise 这样子的概念 因为大家都觉得没有这个社会责任 大家没有去理 所以大家只会取社会的资源而不会去回馈 那现在如果是未来呢 每一个都这样子做的话 我觉得这个社会很快就碰溃 因为大家只拿不给 那现在情况就希望可以改变了 因为很多企业就已经开始看到这个社会的责任的重要 所以就把自己定位为social enterprise 但是有些社会,有些这个企业 他们只是把它变成是一种marketing的strategy 就是一个手段 那这个如果只是手段的话 我觉得它意义不太大 因为它不能持久 它不是一个它的core value 所以像你们这样,我觉得非常敬佩 因为通常一些大企业他们就一开始 他们就没有这一个core value在里面 所以他们看到了这一点 他们就会把它转化成为他们公司的一个CSR的program 所以我们与他们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一开始他们那个 我们的企业的那个理念的本身 我们就已经要加入了这种元素进去 所以这是我们不同的地方了 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更多的social enterprise出现 然后他们也是会有这样的理念 会想要把未来延续下去 就把未来变得更好吧 因为整个社会是需要每一个人的这个给啊 你不能 如果我们只是always attacker 那整个社会它就会资源会匮乏 每一个人就是为了自私的这种想法 为了自己或为了自己公司 所以当有你们这样子的企业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社会应该会改变的更好 毕竟当然像说回像种树这件事情 无论你种在哪里都好 我还是觉得起码你这个地球上就多了一棵树 那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毕竟我们砍的树比我们种的速度还快 对不对 而且我们的能力很小啦 我们也是尽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这个环境 帮助这个社会 也别小看自己能力很小啦 这一份小力量它组合起来就一个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还需要很多人来加入我们啦 是 加入你们不是买你们手表吗 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 就买了手表就加入你们去做 那就是买手表的话 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消费如果可以把它附加价值提高 我觉得它对整个人生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就整个社会整个环境都有一个交代 而且它也变得更有意义 把自己的消费变成一个有意识的消费 不是盲目的买卖了 好 那最后来到这个时间之后 有没有其他的什么你要补充的吗 或者你想给我们听众一个可能你的心得 你的劝告或者你的这个忠言 我自己本身我是想让大家 我们马来西亚的人 就我缩小范围 我是想要所有马来西亚的人 都对我们这个社会 对我们地球的环境有一些意识 然后从中 意识到自己 其实是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 改变这个整个世界的状态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吧 一起努力 好 那今天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了 感谢伟伦上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聊了很多 关于他的这个企业 他自己的理想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真的真的 所以就希望在听了节目里 如果你是在经营这个企业的话 好好去想一想你们的社会责任 你们自己应该要做的这个social responsibility 你们的social的这个什么呢 该做这个movement啊等等啊 是不是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就像该委伦所提到的 不要让这个交易只是单纯 只是一个金钱上的交易 要让它变得更有意义 好了 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跳马行空 再见 谢谢